歡迎收睇樓時事件,我是主持人Hailey 先看看今期CCL,齊補157.81點,按週跌0.22點 連續升三週後首次回落 今天很高興,除了繼續有私生外 我們邀請到中原案揭董事、總經理 黃美鳳小姐都跟我們一起談談 兩位你們好 過去的2022年,息率變化有大幾年 香港的最優位利率調整了三次 銀行按揭息率,加到3.375% 對業主來說,按揭壓力的影響有多大? 假設我們有一個500萬的單位供30年 每個月的息率供多了多少? 香港上年增加了三次P,總共增加了0.625% 但美國增加了7次,息率增加了4.25% 所以香港雖然增加息,但增加息周期 其實比美國或以往的時間都相對溫和很多 其實如果你說上年到現在,按揭息率除了加P的影響之外 都受到加拆息的影響 整體來說,按揭息率大概在去年是1.5% 到現在是3.5% 如果以500萬的按揭額這樣計算 其實每月的供款大約增加了28% 月供大約增加了4,800多元 施生有甚麼看法? 其實從香港加息比美國慢、幅度比美國低 這個情況去推論 香港的資金是相對充裕的 如果香港是資金不夠充裕的話 美式和港式之間一旦有這樣的差距 很多錢是會去到全美金 因為港元和美元是聯繫匯率的 所以它沒有一個太大的匯率風險 那邊息高就去那邊 但香港沒有跟著美國那麼貼 其實反映資金對投資香港是別有偏好 加又加得少過人、加又加得遲過人 所以其實應該反映香港的投資環境 其實基礎是非常之不錯的 那兩位預計 可能加息周期會持續到何時? 其實基本上大家都知道 去年美國猛烈加息 加幅都很驚人 但其實我們看到 其實美國距離現在的息率見頂 大概5厘至5厘 其實只是剩下0.75厘左右 市場估計 接下來美國加息 應該加幅會收窄 大概是去到四分一厘 即是0.25厘 所以預期美國的加息周期 大概今年在三次的二息期 加三次左右 其實息率就會見頂 大概在5月的時間 即是今年上半年的時間 息率就見頂了 香港的息率 雖然加息的步伐不是跟著 但是趨勢上都是跟美國的走勢 所以我們預期 即使香港的加息周期都好 其實都會同步 在今年上半年的時間 息率就有機會見頂 加息周期相信都會在今年上半年的時間 就會完結 但當然大家都知道 美國其實它加息 今次這麼猛烈的加息 是主要先應對高通脹問題 所以我相信通脹的數字 對於美國 接下來看息率去到見頂之後 何時掉頭回落 現在都是市場的熱話 因為我相信美國現時來說 另一個要處理的問題 就是接下來也有很高機會 去到經濟衰退的問題 這個我相信 大家都會預期息率見頂一段時間之後 因為息率周期 息率掉頭回落 市場預期會在下年的時間出現 但亦都有分析家 其實都會看回數字上 是有機會在今年的第四季 有機會息率掉頭回落都不出奇 其實大家如果有留意銀行的 定期存款的利率的話 你會留意香港銀行 在美國聯儲局都未曾減息 他已經是帶頭將定期存款的利率降低 在一個月前左右 高峰期的時候 銀行差不多半年都給了5厘 現在就給了4厘2厘 4厘3厘 為什麼銀行會定期存款利率降低 我相信是因為自從加息之後 銀行很多人存錢給他 但是貸款可能追不上 你收了很多存款 你要付息存戶 靠什麼付息存戶呢 就是要將錢借出去給人做生意 借出去給人買樓 借錢的人少 存錢的人多 他便虧本 所以他便要將銀行的定期存款 利率降低 不要給我那麼多錢 讓我生意好一點 你才給人來 這是香港的情況 香港的利息 其實從經濟環境來說 就差不多見頂了 美國的利息是怎樣呢 加息加得快的時候 他每次加四分之三利 四分之三利都加了四次 加了四次之後 去年最後那次加二分之一利 今年估計 還會加少一些 加四分之一利 加多兩次到三次 我相信都見頂 為什麼說見頂 如果你只看通脹 如果以聯儲的目標 將通脹降到2% 如果真的以這個目標 有時間加都未加電 因為現在通脹少 都還有6.5% 即是6.5% 要他跌到2% 可能高息的環境 還有時間持續 但是聯儲局的使命 除了控制通脹之外 還要維持就業 要維持就業 要維持經濟增長 最近其實美國的經濟增長 是有放緩的跡象 很多企業都在裁員 不是財少少 財親都過萬 有些好像Twitter那些 一財財了一半 反映環境不太好 所以聯儲局可能也要調回頭 考慮經濟增長能否持續 如果社會承擔不起那麼高利率 他可能也要解釋 美國是一個債務很嚴重的社會 美國政府連連赤字 日不夫之 怎麼辦呢 唯有發債 發債靠聯儲局去買 民間的消費也是靠信用卡 按揭 揹著這麼多債務 當然不想利息高 利息高債務要揹得辛苦 所以我相信 高息的環境和美國的 自己國家的經濟處境不太一致 我自己看 息率即使不調頭向下 今年也見頂 見了頂 投資氣氛就會好很多 按揭息口上升 其實在大金管局早前 都放寬了壓測的要求 其實做按揭的話 是難了還是容易了 在這個一加一減的情況下 其實壓力測試原本是 幫助用家應對加息週期 增加他們的防守力 所以當進入加息週期 息率上升了的時候 壓力測試的假定息率的升幅 應該是降落了 所以我想都是這個原因 金管局調整了壓力測試 將3厘降低至2厘 但因為我們整體的按揭息率 由上年到今年 大約加幅有接近2厘 壓力測試降低的幅度是1厘 原則上來說 你會覺得如果是這樣 即使壓力測試降低了 按揭的借款能力 是否變成差了 或者入息要求是否提高了 但其實原來我們看看 在去年到今年 其實如果以同一個入息水平來計 其實用家的借款能力 或者可以借到那個按揭金額 其實是沒有變 為什麼不得意呢 因為其實上年年初的時候 其實銀行計算的壓力測試的時候 它本身都已經用HON的封頂息率去計 所以封頂息率去加3厘去計的時候 當時壓力測試已經用5厘半 去計算那個還款能力 現在因為息率已經 觸及了HON的封頂息率 而壓力測試調整到加2厘 現在計算壓力測試的息率 都是用5.375至5.475厘去計 你會看到其實從去年年初到現在 原來壓力測試的計算息率都是5厘多 即是如果你是同一個入息 例如1萬元入息這樣計 你上年年初和現在暫時來說 可以借到那個按揭金額 其實是沒有變過的 所以我們看到其實如果在用家 如果是它計算去買樓 其實借款能力暫時來說都沒有變過 但當然實際的公樓上 公樓負擔當然因為息率上升 是有增加到的 過去有業主會每兩年 佛息期結束後 會做轉案去賺現金回贈 其實加息後 這個做法還值不值得呢 市場上我們看到轉案 除了賺現金回贈 都有其他的需求 例如由原本比較按揭息率高一些 例如有些用家去用發展商一案 低息物期過後需要轉案 又或者有些人喜歡做轉案套現等等 當然我們看到去年市場的確有 有一班用家 透過轉案去賺現金回贈 其實都是相當吸引的 但我們看到去到今年1月份的時候 因為始終銀行調整過按揭息率 調整息率的寬限期或尾班車的時間 已經過了 所以導致現在轉案的息率 對比起現在很多用家 即是供樓業主供的息率 其實是高出了大概0.35厘以上 所以現在來說 轉案的誘因是減少了 但如果深水清計一計 因為現在500萬案件額 現金回贈高達10萬5千元 其實如果減除了律師費 再減除了兩年多了利息的息差 其實正代還有7萬多元 所以我們到現在仍然有一些用家 即使息率上升了一點 仍然透過轉案才賺現金回贈 因為佛息期只是兩年 兩年之後 很多時候銀行優惠仍然很吸引 可能考慮兩年之後再做轉案 仍然有一個研究回贈 正賺的收入落袋 剛才你問 那些人借錢會難了還是容易了呢 其實除了看息率壓力測試之外 都好看銀行對做按揭業務的態度 然後你問現金回贈 你知不知為何會有現金回贈 現金回贈是用來做甚麼的 現金回贈的功能就是長生意 銀行要找一個客戶很辛苦 要做很多推廣 要找他們的按揭經紀公司介紹客戶 都是有成本的 他想說我送一筆錢給你 你轉過來我那裏做 所以從轉案的現金回贈 去到成本這麼高 你會看到銀行對做按揭生意 是態度很積極 態度很積極 他在股價跟得及 就會跟得及一些 批刀的機會會多一些 我接觸香港的銀行 其實都是挺喜歡做按揭生意的 因為他做一單 如果你不是兩年轉一轉 我相信兩年轉一轉是少數人 多數人都是一做 二十年三十年 這些是一個很長線的收入 還有香港人是責任緊比較強 合約精神比較高 很少斷工 自己住那層樓斷工的機會比較少 所以銀行都是很積極想做 銀行積極做樓市的支持力就好 因為買樓銀行比大缺 買家比首期 所以銀行的態度 對香港的樓價起住 很重要的因素 如果一些做了按揭的業主 他們手上有多餘的資金 他們應該早些還款 或去做一個高息的定存 哪一種會對業主比較好 當然 剛才施生也提及過 定期的息率雖然跌了一些 但有些也跌至4厘 只看息率也有吸引力 但留意一件事 我們看到現在很多按揭用家 其實他們未必一定 將資金放在定期存款中收息 因為始終定期存款 可能會有一些最低的金額 或者新資金的要求 亦會有一個捆綁期 但我們看到現在的按揭計劃 除了很傳統的 因為息率上升要做一個部分還款 但另外也會有一個選擇 現在很多銀行都會提供 一些按揭用家 按揭用家叫mortgage link的戶口 這個戶口其實是提供一個 高存息的戶口給用家 那個存款息率跟按揭息率一樣 即是按揭息率三微幾都好 存款息率都給到三微幾給用家 好處是用家可以隨時將自己的儲蓄 因為沒有一個最低的金額要求 他隨時可能每個月的儲蓄 或者有大額的資金 生意往來的資金 入高存息的戶口 就已經有一個存款的收入 以那個存息收入抵消按揭利息的支出 而這個戶口的好處 就是他的資金不會被綁死 因為他隨時可以將資金放進去 亦都可以將資金拿出來 所以有些按揭的用家 其實他都會衡量 可能有些資金會放進定期存款 售高息 但因為始終那個貸款戶口的息率都不差 都有三微幾 都可以有一個抵消利息的支出作用 有些都會喜歡他的彈性 將資金放進去貸款戶口 這個就視乎用家自己的財政上 或者資金如何運用上的需求 之前有些人買了樓去做收息的行為 其實這個息都差不多見頂了 現在這樣做還值不值呢 的確之前有些人賣樓 收回一筆錢放進銀行收息 他覺得好過收租 收租又怕遇到租霸 租客又投訴冷氣不夠冬 細機壞了 很煩的 但收息依時依後就收到 甚麼都不用做 所以他見利息升了 所以他買了一層樓去收息 現在最近銀行將定期存款利率降低 就提醒了這些人 提醒了他甚麼呢 就是利息是浮動的 如果你四厘五厘 銀行現在不會跟你做一張定期十年的存款單 你可能只是有半年一年的保障 但是你按層樓 銀行有很多手續費有很多限制 另外這件事都提醒了一些投資者 他們會看到 哎呀 租金現在雖然低些 但是租金會隨著通貨膨脹 讓人的日式上升 會一步步加上去 所以長遠租金都是升的 另外你層樓也會升值 隨著經濟增長 那裡的社會進步 樓價是會上升的 但你存錢到銀行的本金 你存多少以後都是多少不會增長 所以變成利息一開始回落 投資地產的吸引力就會回來了 所以最近的市場好一點 雖然今個星期說 中原城市領先之數回落了一點 但是都連升了三個星期 變成趨勢就向上升了 這也是與利息回落有很大關係 今天很感謝兩位的分享 今天年二十九 我們在此提早和大家拜個早年 希望下一年新年進步步步高升 我們下次樓市思見再見 我們下載… 感谢观看